不受疫情影響 2020鴻海营收创新高 股价重回百元以上 被郭董清点接班的刘央伟 如何为鴻海集团找到新定位 电动车百兆商机喷发 MIH电动车大未来 鴻海要如何把台湾EV产业 带向全世界 让造车成为未来产业显学 从生态系着手 台湾政府与企业 是否能联手补足电动车产业拼图 摆脱代工厂毛三道四 鴻海毛利率要跨过双位数 超前部署怎么做 鴻海董事长刘洋伟亲自说分明 更多精彩内容都在今天的 老谢看世界 各位观众晚安 我是谢金河 欢迎再留收看老谢看世界 在这个礼拜的单元 我们要特别跟大家介绍 我们节目开播到现在 很重量 重量级的超级贵宾 鴻海董事长刘洋伟 刘董事长 我想在 郭董把鴻海的下一棒 交给了刘董事长之后 那么他从来没有在公开场合 来跟大家 谈过鴻海的未来 今天我特别拜托邀请 这个我们刘董事长呢 他在摆忙当中啊 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要来跟大家来谈谈在鴻海在未来的 十年二十年三十年 在新的布局的方向 大家也可以看到在今年当中 鴻海提出一个MIH的电动车的平台的概念 现在也引来的 有参与了大概八百多家公司 来参与这个平台 那台湾经济呢 过去我们习惯走过一个比较低价的代工的产业 那我相信在面对未来 鴻海能不能从一个低毛利的代工 从PC的时代 到手机的时代呢 走向电动车的一个高毛利的一个平台经济呢 高附加价值产业 我想刘董事长来担任重要的使命 所以今天我们特别要邀请刘董来到我们现场 那么在他跟观众问候之前 我是特别把这个礼拜的 现在新的变数先跟大家稍微报告一下 大家知道在这个礼拜四 美国的公债殖利率呢 跳升到1.535了 大家知道那个盘中最高的1.614 这个代表什么意思呢 这个十年级公债殖利率 从0.52一路攀升到现在1.5以上 1.5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捩点 也就是在市场上 在资金宽松的时代呢 那现在公债殖利率到了1.5以上 那对股票的投资价值 它会产生很大的压缩 所以到今天大家可以看到台积电的股价是重挫的 台积电到679块的时候 如果它一计配2块半 它的股息殖利率呢 是剩下1.472 现在10年载的殖利率呢 显然已经超过台积电的股息回报率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台积电的股价一定会收到很大的压缩 那这是一个在这个礼拜当中啊 大家值得注意的 同时除了台积电以外呢 在过去这一年当中啊 涨幅非常大的科技股 那么现在都面临回档的压力 你可以看到在最近的Tesla啦 或这个苹果的股价呢 他们其实都回档 所以这是这个礼拜当中啊 大家要非常注意的 包括恐慌指数呢 再度冲高了 大家对景气复苏啊 也是有点期待 所以包括很多的原物料 同价呢 到了这9000以上了 最近连紫江的价格都大涨 包括原来上涨的货柜行业的印价 还是在往上攀高 所以市场正在快速的轮动跟变化当中 这些变数啊 非常值得大家高度来关注 那我们今天要把 我们节目重要的时间啊 来访问刘董事长 刘董好 社长好 好 非常欢迎 我想你是我们节目当中啊 最重量级的来宾 不敢不敢 大家在过去一段时间 我想对鸿海啊 他的发展就大家都信任郭董 所以郭董讲一句话 大家就拍板了 我相信 这个时候你来担任鸿海的 未来的这个要带领鸿海未来 很长时间的发展的 最重要的重责大任 我相信大家对 林当任董事长的鸿海 我相信市场投资大众啊 都非常高度的关注 我相信今天手上有鸿海股票的人 要很仔细 听听刘董事长 未来的精英理念 那我想这个一开始啊 先请刘董来告诉我们 我相信在2020年 2019年的时候呢 郭董有一段时间要参与政治 要选总统嘛 那就把这个鸿海的棒子就交棒了 交棒他清点的是你嘛 先请刘董就说 当您接到郭董这一棒的时候 你当时的心情跟 未来迎接挑战的一个想法 我想在那个关键时刻 你突然变成鸿海的大家长 我相信对你的人生来讲 也是有很大的冲击 那这段心路历程 我相信我们观众朋友 一定很有兴趣 是是是 我想在一个因缘忌讳的这个情况下 我接下了这样子的一个重担 那我首先要非常感谢我们创办人 把这个给我的这个机会 是 给我这个机会 在一个全世界前三十大 对这个企业里面 来长这个舵 对 所以当我接下这个重担的时候 我其实是很惶恐 那我就一直在思考 我到底要做什么 那 因为过去我的一些经历 我在美国也待了二十年 对 然后在这个PC产业 在IC设计产业 对 都待了很长一段时间 然后也非常巧合的 就是在这个代工业也待过 对 那这个代工业 而且我记得当我接下我们重要客户的一个 非常重要产品的时候 我那个重要客户的负责人 他就问我 他说 Yang 你为什么要 会从IC设计业来做代工业 这是很奇怪的一个 高毛利背负低毛利 对 我说如果说你把这些不同形态的Business 你都把它想成Problem Solving的话 它是一样的 是 它是一样的去Solve一个Problem 对 那个逻辑是很类似的 对 所以我非常Enjoy在Solve这个Problem 对 所以因为这样对我来讲 做代工或是做IC设计是一样的 对 这是我这样回答他的 那所以从这个思维来看就是我在想 说我接到这个中担的时候呢 来看整个集团所面临什么问题 是 那整个产业所面临什么问题 是 然后我如何去Solve这个问题 是 所以这个逻辑思维是一个样子 是 结果我就 那个思考了 就从集团来看 我们看到集团过去在代工产业 对 那个低毛利是我们一直 这个无法避免的一个宿命 对 那这个问题我怎么解决 这是我要思考解决的一个问题 核心问题 对 那第二个问题说 台湾的产业 我们过去这30年一路从 我最早这个离开学校进入社会的时候 是在影响业 影响 影响业 从影响到这个Apple 那个苹果电脑 然后后来到PC 然后后来到这个后来到IC 然后后来到这个通信 然后到手机产业 这一路走来 我们看到台湾产业碰到什么问题 是 所以这 所以我对我来讲 接下这个重担之后呢 我思考的是这两个问题 是 那我就一直思考 如何去找到答案 对 经过收集资料以后呢 我们把它Divide and Conquer 我就把它分成了下面这些东西 是 那对于我们这个整个集团 我就把它分成两个 一个是旧有的ICT产业 跟我们的未来产业 对 这是一种分法 对 那未来的产业呢 经过我们这个收集之后呢 我发现有三大未来产业是适合我们做的 那它也需要三大核心技术 来支撑这个三大未来产业 那这个三大这个未来产业呢 经过我们这个调研的结果又适合红海规模的 是 它必须要满足三个条件 那第一个条件就是规模够大 对 那我们选择的都是大于 这个未来五年到十年大于三百个Billion 对 的这样子的一个产业 对 第二个是它的Kager 就是复合年复合成长率要够高 要大于20以上 那因为年复合成长率高 所以我们新进入的人有机会 对 如果是低的话 进入的人就没机会 因为现场这个原来的人就占据那个市场 对 那第三个是要跟我们的长处 能够充分发挥的 所以在这个三个这样子的这个条件下 我们经过我们收集资料 然后挑选的结果 我们就挑到了三个产业 第一个产业是EV 电动车 电动车在2025年有人估大概是600个Billion 对 第二个是数位健康 对 在2025年也大概有500到600个Billion 是 那第三个是机器人产业 是 大概是在将近300个Billion 然后他们的这个Kager 都大概是25到30左右 是 所以我们一看这个机会很好 然后再分析我们的优势 对 我们的优势 一个是我们是来自于ICT 对 所以对这个硬 软方面都有适当的认识 是 第二个是我们对供应链是非常的熟悉的 是 所以我们供应链非常的灵活 对 而且非常的这个成本 非常成本非常重视 所以我们可以做到非常成本非常有竞争力 那第三个就是他有数字的 需要数位的这样子的一个新的技术 对 结果这三大产业通通都有 对 所以你现在跟郭董也有点分进合集 我看郭董现在都在谈大健康产业 一个数位健康 没错 因为现在大概后面就两项 对不对 是 所以我讲机器人最近我也注意到了 那个ARK的Casewood 他就讲他说他未来重心在机器人 他说现在无人驾驶轨机 无人的运送 他已经 他说将来这个产业的产值大概140亿美元 所以他也会创造非常大的商机 那我想 现在如果从这三个角度来讲 现在看起来好像你们都已经就位了 是的 所以如果你注意看 其实你看那个无人驾驶的车子 其实是一个机器人 对 那个机器人就专门用来载人的机器人 对 In general 他还是一个机器人 对 所以机器人跟EV 其实是息息相关 对 所以刚刚您提到我跟这个我们创办人的分工 是 我就负责机器人跟EV 那我们创办人呢 他就去探索这个大健康 对 所以先来看起来 这样您讲了之后大家就听懂了 是 这个就是一个 鸿海非常大的一个转身跟巨大的转变 对 那我相信大家会比较好奇 就是说 在郭董的时代 过去的30年 大概如果以鸿海的发展来讲 我想他从PC时代的代工 拿到手机的代工到组装 是 大概他已经把这个江山拼到 大概1兆1000亿左右 所以那加棒的时候大概 鸿海的市值大概过了1兆1000亿 那现在对你来讲 我想另外一个新的里程碑 现在鸿海已经1.6兆了 1.6兆 基本上也对刘董很大的肯定 也就是说 也许在你带领鸿海的路上 也许有一天鸿海的市值 变成2兆3兆 这个都有可能 这个就无限可能 那无限可能 大家也在期待就是说 好 你带领了鸿海的下一个未来 下一个鸿海的未来 你的轮廓大概会 鸿海是什么样的一家企业 是的 就是刚刚我有提到 我们把鸿海分成两块 对 一块是旧的ICT产业 这个旧的ICT产业 它过去40年 是打造出来的 是 所以它大概不需要太大的变化 对 那另外一个是新的3加3的产业 这个新的3加3的产业 就是我的重点 重点 那我的大部分时间 都花在新的3加3产业 那至于说 这个原来的ICT产业呢 刚刚您提到 过去我们创办人 一直在外面打拼 对 打拼之后 哇 打出来这么大拼 江山 大片江山 这么大片江山 是需要管理的 对 所以对于ICT产业来讲 我花的主要的精神 就是把它管好 把它在管理上 做得更有系统化 是 做得更有系统化 这里包括如何把分工做得更好 分享做得更好 是 分享就是 如何把这个分红制度 绩效考核制度 对 还有这个 information 这个资讯的分享 这些把它做好 是 所以分工分享 另外一个就是心力 是 在原来的这个基础上 我们如何去心力 所以我也提出来一个 要增加毛利率到10% 10% 这样子的一个计划 怎么在旧有的ICT产业上面 透过心力 能够提升它的毛利率 是 另外一个就是除币 组织庞大 我们有大概120万人左右 这120万人左右 虽然我们订定了很多的政策 订定了很多的制度 那一定会有人有不想 用不同的方法来 来达成他个人的一些 这个目的的 是 那在除币上面 我觉得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在GEO的ICT产业呢 我最主要focus 就做这个事情 是 分工分享心理跟除币 那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也知道数位化管理 也是未来的一个趋势 是 所以我们在这个 如何做数位转型 也花了很大的一个力量 是 就是我们在过去 好像跟SAP签约 跟Microsoft签约 就是希望把这个数位转型 在我们GEO的产业 能够把它转型过来 是 所以在旧的产业 我们大概做这些事情 在新的产业 我们做法都不一样 对 为什么呢 在过去三四十年来 这整个产业的变迁的速度 还有经验我们都没有 我们不知道它会变成什么样 所以我们大部分的客户的管理呢 都是成SILO状 就烟囱式的管理 每一个BG 他自己负责自己的 对 这个结果造成了一个现象 那个现象叫做 哇 我到底是跟一个红海 还是跟20个小红海 对 对 这样子的一个接触 这样子一个做生意 所以在新的这一块呢 我们首先 就要把这个所谓的 One Bascom 是 的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红海 是 的这样子的一个做法 把它巩固起来 是 然后在这个3加3的产业上面 我们要怎么样去用 我们的这个外界的知识 来提升我们的价值 是 变成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 是 所以在过去的ICT产业 我们讲的是成本 对 讲的是速度 可是在新的这个3加3里面 我们讲的是价值创造 价值创造 所以我们在价值创造里面 我们除了有三个这个 核心技术之外 我们也成立了红海研究院 对 那我们红海研究院的mission 也很简单 就是要提升我们的这个毛利率 是 那才是创造价值的 最终核心的表现 所以在新的这个3加3里面 我们大概是这样子来规划的 红海在这个3加3的项目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MIH将来一定是在 这个产业发展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 所以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回来之后我们也看到红海最近拿到 美国电动车车厂的定摊 这个也是一个大家乍看之下 我们看到红海做手机 可以看到红海现在做电动车 这个电动车的未来 我相信跟红海未来命运 有非常巨大的关联 下个单元要好好来请我们刘董商 来跟我们谈谈MIH的平台的未来 好不好 稍微 好 欢迎再回到现场 我想在这个单元我们看到有跟车有关了 那我相信在今年当中大家看到MIH三个字 会感到非常的兴奋 那这个因为你登高一呼 大概现在我前上个礼拜看到738 在今天看报纸已经800多了 是 加入这个平台则重了 大家都进来了 进来之后呢 红海如何整个台湾 我之前在想一个红海的演变 也就是说在郭董的时代 就郭创办人的时代 这个红海基本上是 从PC到手机 然后它的基地在中国大陆 然后以带空为主 未来 刘董的红海 它 会不会变成一个 以电动车为主体 开始展开一个新的布局 然后呢 它的基地在台湾 面向全世界 这个它是一个平台经济的 一个最重要的催生者 这个刘董有什么想法 我当时接这个位置的时候 一个是想到这个集团 未来的是什么问题 另外也是台湾产业的未来 什么问题 那台湾产业我刚刚讲了 大致上就是 我们GDP的成长 开始slow down 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我们过去在GDP很低的时候 我们想到我们可以参与的 这个生意形态就是代工 对 那结果造就了很多 代工成功的产业 那这个产业呢 因为它的本质就是代工 对 所以它很难很难跳出 这种代工 然后成本竞争的这样的思维 对 那我觉得 为了我们下一代 我们绝对不能够 在局限在那个代工思维 就是说一万美元的思维 跟三万美元的思维 一定不完全不一样 一定不一样 对 我们到这个三万美元 我们要赚更多的钱 最唯一的方法就是创造价值 是 创造价值 那我们如何去创造价值呢 我思考出来就是 在EV里面去打造平台 因为我们看到PC PC最后谁赚到钱 做平台的Wintel Wintel Wintel跟微软 对 那做到了手机时代 Apple 也是 蘋果跟Google 赚到钱 是不是 这些做平台的赚到钱 那EV 我们 也应该要朝那个方向走 是 所以我看到有这个机会 然后再看看 我们整个台湾的产业 以及世界EV的产业 也都是方心未爱 对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把我们的 这个位置定在是平台的话 是 我们是相当有机会的 是 尤其是在最近大家看到 台湾的竞争力 最大的竞争力 就在半导体 是 这个半导体是一个 大家以前都不会 不会觉得好像很了不起 这两年才终于护国神山 对 变成护国神山 包括这个国外的政府 官员们都来 帮产业来要这个 晶片 这代表说半导体 对整个国家的重要性 是 那我们现在既然拥有了 这样的资源 这么珍贵的资源 我们为什么不善用我们这个资源 来创造更大的价值呢 为什么还要一直跑去做代工呢 所以这个是我想到的 我们一定要做改变 那做平台 是一个 我觉得是我们一个很好的方向 那为什么我们没有想到说 我们去造车呢 我觉得造车 对于整个台湾的产业来讲是 做B to C的造车 是不太合适的 因为台湾的这个 原来燃油车有引擎的时代 现在没有引擎的时代 它又另外一个新的阶段出来了 对 做B to C 对 因为台湾的市场规模不大 而且 有那么多的车厂在竞争 所以它没有一个国内市场 来支撑它这个品牌 那它就很难走出去 对 那但是B to B 或是B to G 那就是 哇 台湾我们产业擅长的 对 那如果我们把整车 把它转 从B to C 转成B to B B 哇 那就台湾擅长了 那如何把它转成B to B 做平台啊 平台的对象就不是consumer 平台是另外一个车厂 会是我们的这个目标的客户 那就变成B to B了 是 所以整个市场的这个 这个 这个 行销方面也是 我们所擅长 市场我们擅长 对 技术核心技术也有 那我们再加上 整个这个 汽车市场 自从您刚刚提到 过去是以引擎 有引擎者得天下 有引擎 现在没有引擎 对 现在变成三电 有三电系统者得天下 对 那三电系统里面 这个鸿海的专场 哇 就是台湾产业的专场 也是鸿海的专场 是 所以 哇 这样子一看 有那么好的机会 如果我们把它做成B to B 哇 那这样子 那个我们把握 成功的把握 刘总讲到这个 跟制造在地化 有密切关系 是的 也就是说将来 比方说你汽车的组装 可能在每一个国家生产 这个时候市场也在当地 对 鸿海可能被平台当中一个 最重要一个连结的角色 是这个样子吧 是的 是的 我想 大家都知道汽车很大 你说在一个地方 全部都在一个地方制造 然后靠船运 对 那不可能空运 对 靠船运过去 哇 那运费很贵 时间 那个供应也很长 所以 在一个地方 像以前这个世界工厂 在同一个地方 制造的可能性不大 不大 那最后的组装 应该是在市场当地 是 那我们怎么跟这样子的一个趋势结合呢 就是我们做平台 那平台上面的component 在这个台湾做 然后运到市场当地 在市场当地做组装 这样子的一个模式 是我们看到未来可能会 这个发展的一个方向 是 现在鸿海现在在这个平台里面 有七八百家的参与者 是 鸿海如果带领这七八百家 一起来打天下 对 我想平台呢 不能只是一个制定规范的平台 我一直在跟我的平台的同仁讲 最重要的是 我们一定要掌握出海口 是 出海口 就是真金白银 实际上的生意 是 我们一定要让这个MIH的这个 Member 他们能够享受到 可以加入MIH之后 他的生意会变得更大 是 所以在这一方面呢 鸿海集团呢 我们首先 就开始布局了我们这个 这个 他的出海口 是 包括Fisk 对 也包括拜腾 对 也包括我们跟这个 这个 菲亚特集团 是 等等 当然 在国内就有育龙 至少我们手上 大概有十几张 对 十几张牌可以打 他还可以打 对 有了这样子出海口 我们的这个MIH的Member 就可以 顺着这个出海口 能够这个扩张他的生意 那 我们最近呢 有一些这个 在跟我们的客户在 做这些component 选择component的时候 我们的其中的一个要求是 你要变成Mender 就必须是MIH的Member 是 这是为什么你可以看到说 大家参加这个Member 参加着 络绎不绝 络绎不绝 而且越来越多 我今天看到又是十几家 所以 这个是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不是像真正是像一些什么 我是做5G定一个标准 然后你自己去找客户吧 对 那那个可能不是我们做的事情 我要请教刘董就是 现在我们如果看到 目前为止 电动车产业的发展 鸿海走的是完全不一样的路 是的 中国大陆走进新能源车 其实已经很多年了 那在2018年 他等于是 把Tesla 找到上海去做了一个超级工厂之后 那个力道看起来更强大 所以现在包括 像蔚来小鹏理想 他们都在美国股票有上市 然后同时大陆的产业链 包括银德时代或干风里业 他们也在电池产业有一片天 那吉利比亚迪原来 这个比亚迪原来是 鸿海的竞争对手 他这几年在电动车使力 看起来 他力道越来越强大 所以大陆走的路 这种模式跟鸿海现在走的路 是不太一样的 这中间最大的区别是在哪里 鸿海如果在 现在中国市场 已经在发展新能源车一段时间 能够一军突击 好 我想 这让我 我想到我们当初在PC时代 做系统组装的时候 我们所碰到的问题 也是现在 在汽车产业所碰到的问题 是一样的 过去在PC早期的时候 有Compact 有HP 有这些公司 有Dell 他们都是自己研发设计 自己生产 就跟现在的汽车是一样的 一样的 对 可是后来 那过程我就不说了 你看现在都是分开的 对 因为分开 也因为分开 因为平台所造成的标准化 跟模组化 也因为分开 可以 所以这个成本大幅下降 是 因为成本大幅下降 所造成市场大幅扩张 对 那量就变得更大了 是 那因为量变大 所以造成设计 跟这个品牌 跟制造分开 对 所以 从过去PC的经验 还有在这个 这个 手机上的经验看的 这是一定会分开 是 当它量变大的时候 那所以现在我们看到说 现在的EV 因为量不大 对 因为量不大所以 大家都在想 我应该要回 这个用 对 我是这个 这个小鹏 我应该拥有车厂 对 我觉得在小量的时候 是可行的 所以我看那个 现在未来 只卖8000都不 这个电动车 市值1000亿美元 对 这个是很可怕的 对 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过程 这只是一个开始 那这个开始 我们在PC时代也看到了 其实在PC时代 有一个段时间 人家就在讲说 往往成功的 不是老大 不是第一名 都是第二名 对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第一名 到底谁是那个成功的第二名 是 那我这个 我们还有拭目以待 是 所以我刚刚讲到这个 business model的转换 转换成 这个品牌 跟制造分开 是这件事情 是我们最大 跟我们现在 在这个中国的竞争对手 对 还有在传统的制造体系里面的 这些竞争对手 是最大最大的不同 是 所以我们 依照我们过去的经验 一定会朝那样发展 对 那可是有很多现成 现有的这个 这个 这个 player 他们认为不会 对 这个是我们最大的差异 现在就是 电动车的大 这个 这个格局会大到什么程度 因为大家 现在都看不懂 也就是说 同此前 前一阵子讲 他说 2020年 整个电子产业的产值 是6000亿美元 他说到 2035的时候 电动车 6兆美元 你能6000到6兆美元 那个 想象空间就无限大了 所以 大家也可以看到 就是说 现在 好像才刚起跑 对 那未来 五年 十年 二十年 看起来电动车的 主导的时代 一定会当蓬勃发展 所以我最近也在想一件事 就是说 如果政府把台积电的 这个国家基金的持股 卖掉一成的话 他可以抽离出来 大概有1000亿的这个资金 1000亿的资金 可以发挥里应外合的效果 也就是说 政府的国家基金 在政府主导 但是鸿海是在民间 他提出一个架构 台湾如果趁这个机会 我们去共同构建一个 未来十年 二十年 大的电动车产业的生态系 那这个时候 我们有民间有政府 大家一起合作来打造 这样的一个发展的模式 会不会好一点 我觉得这绝对 绝对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模式 因为怎么说呢 因为电动车 跟手机不一样 对 它需要 需要这个 譬如说充电 充电桩 对 充电桩上面 所代表的意思 不是说我 自己弄一个充电桩 随便放一个地方 就可以有充电桩 你还需要把电源拉过去 对 那如果在当地一个电源拉得很多的话 你的整个这个变电站够不够大 这些都是政府行为 如果政府不参与 这个没有办法做的 对 第二个是土地 对 就你充电桩 你放在什么地方 对 你会要必须要停车 要这个车子的 停车的一块土地 所以政府跟这个产业是 没有办法脱离关系的 是 所以政府一定要参与 那我们也呼吁政府 大家一起来 跟业界政府 一起来抓住这个难得的契机 对 以我们所看到的 大概在 现在是2021 到2025年的时候 大概有3000万台左右 的这个 这样子的一个市场规模 对 3000万台的百分之十是300万台 对 您知道现在 最大的这个EV的公司 只做了50万台 50万台 对啊 所以是它的六倍 对 那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那个时候 就第一名一定是300 到600万台中间 对 第二名可能是300万台 对 所以一二三排下来之后呢 如果我们不在那里面 是 我们可能就没有机会了 是 所以我一直在告诉 这个政府跟业界的时候 我们 这个台湾的机会 就在2020到2025中间 是 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 是 否则 就是 就会 轮程 变成说 我 继续帮人家打工 好吧 我继续做一做 人家的这个小零件 好吧 对 完全没有主导 这个主导的 这样子的能力 是 没有主导的能力 就会轮程 过去那个情况 是 还是一样 或是毛山道士 对 或是 这个 这个GDP 没有办法 我们的这个创造的价值 没有办法支撑这样的一个GDP 是 所以我 您刚刚提到 政府 跟这个产业 还有加上学界 是 因为里面有太多的新的 对 这些这些科技需要发展 是 包括这个电池的科技 对 这个电池才刚刚开始 这个刘董下个答应 我们来看电池产业 其实台湾现在弱项 这是其中一个 是 那我常讲说 我们经常把这个叫超前部署 放在嘴巴里面讲 是的 因为这个产业 牵动的范围很广 包括刚刚 刘董讲到一个就是说 你充电庄 广布充电庄 还有一个呢 将来的大楼的建筑 如果说 你盖一个房子 你如果那个充电设备不足 可能你的房子会卖不掉 对 是的 是的 未来思维 它影响层面一定会非常广 而且这也是一个 推动 这个国内内需产业 一个重新再造一个 非常好的关键时刻 我们休息一下 我们回来再来谈谈 整个电动车产业牵动的 台湾的大未来 我想就是 大家非常关切的一个话题 稍微来 好 刚刚刘董讲到像Tesla这样一年50万辆 那我们现在想说将来3000万辆一年 那我相信这个整个大家对车的概念 会完全改观 是 然后大概也注意到 我在想 最近我想一个问题 比方说 电动车将来使用的电池 电池当然如果将来电池要更换 那个学问就很大 还有电池 如果你把它 这个要汇气电池 那个处理我看也煞毁作章 所以将来也包括这种除能系统 是的 我相信它整个产业会拉得很广 所以我想电动车的生态系 包括整车的概念 我相信这个时候 大家对整个未来电动车的发展 那个要轮廓 我们 请刘董来跟我们大概在上一堂课 把它讲得更具体一点 好的 我想借这个机会跟大家说明一下 整车 从最上层 一直到这个中间的 这个相关的系统 大概是怎么样一个状况 整车系统大概就是从底盘 加上上车身以及内装 对 那底盘系统包括什么呢 包括这个 燃油车底盘跟电动车底盘差别在哪里 它的三电系统 还有电 那个还有动力系统 对 这个是最大的不同 对三电跟动力系统不同 那其他有很多是相同的 对 比如说 底盘有车架系统 有动力系统 有悬吊 有转向 有刹车 对 还有这个三电的系统 对 这个 这六项 组成了底盘 对 那在上车身呢 就俗称的 四个门 对 跟两个盖 四个门加上前面跟两个盖 还有中间的那个 上面的车架 是 叫做上车身 内装呢里面有智能网关 智能这个座舱 以及智能驾驶 这是三个最新的 在电动车上面所有的新的系统 再加上里面的座椅 再加上里面的仪表 传统就是座椅跟仪表 对 那新的这个EV呢 大家一直在朝着这个CASE 来做 那个式化 是 CASE这个式化来做的时候 就增加了智能网关 对 智能座舱 以及智能驾驶 这三块 对 那这三块里面呢 鸿海集团或者提出来的MIH 最主要focus 也是它的聚焦在底盘 对 在这个六大系统里面 是 那这个六大系统呢 它有什么影响呢 这个 这一页呢 告诉您 这你们大家所关心的 一个就是 属于动态整合的部分 包括振动噪音 包括操控性 是 包括舒适性 对 以及驾驶性 是 那另外一个是结构的部分 包括安全性 结构安全性 对 结构的刚性 是 以及结构的强度 是 这些是一个底盘 对 所以 让这个大家可以感受到的一个特性 那这些特性 过去在台湾 只有一个公司做 做过其他都没有人做 那个公司就是育龙 对 因为它有正向设计的开发能力 对 所以过去这二十多年来 育龙在这方面累积了 他一来纳枝节的时代 就已经打好很好的基础 打好这个基础 对 那这个基础 其实在台湾整个造车业 是非常非常难得 是 非常重要的 对 尤其是在从 我们的这个 以前的燃油车 变成电动车的时候 如果 我们没有这样子的能力的话 是 我们就只能去做 上车身 以及内装 对 那最重要的 这个底盘 无法掌握 六个项目都掌握不到 对 所以集团 鸿海集团看到了 这个重要性 是 所以我们就 跟这个 育龙呢 跟育龙合资 把育龙 它原来这个设计的 车子的团队 所以我们做了一个 对 红华的就是 红华先进 就是这样子出来的 对 那有了这样子的能力之后呢 我们另外又想到说 不能只有 台湾不能只有 红海油 对 这个一定要把它拿出来 变成整个 台湾产业的 共同的资产 对 所以我们就想到了 MIH 这样子的一个平台 对 来放大 来让这个平台 为台湾的产业 所共有 所共用 所以整个的观念 大概大概是这个样子 前几天 我宣明智董事长 到我办公室也谈到一个 他说台湾的政府 应该把这个电动车产业 当成未来 全力以赴的一个 产业发展的 一个标的 那他大概也提到一个 电动巴士 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有很多 车厂也在研发 电动巴士 这个电动巴士 如果说 我们从台湾开始 也拉到东南亚的市场 能够 让这个车 如果从台湾把它变成 一个内巡华的市场 大家 每一个县市场 开始先动起来 也许这个是一个练兵的机会 这个董事长看 这个有没有希望 我觉得这是非常有希望 为什么呢 前面我也提到过 台湾擅长的是 B to B的市场 对 电动巴士 是B to B的市场 没有个人 没有消费者 去买巴士 对 所以它天生就是一个 台湾擅长的市场 是 那台湾的 所以在台湾的市场 如果我们可以用台湾的市场 能把我们的这方面的能力 建构起来 的话 然后进而能够去外销到全世界 是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 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是 所以在鸿海集团呢 也把这个巴士底盘平台 也把他抖内出来 抖内在MIH的这个协会 是 所以MIH的协会呢 洪华加上鸿海 是 会把乘用车 以及巴士的平台 抖内出来 只要你是协会的层面 你都可以用 那基于这个平台呢 大家都可以在这个平台上面 去打造他所认为 所需要的这个 这个电动巴士 是 跟您报告一下 现在台湾做 电动巴士平台的公司 几乎没有 因为没有这个能力去做 大部分的这个平台 都是来自于对岸 是 就像您刚刚提到 比亚迪 是非常大的一个 对 供应商 那这个能力 我觉得台湾一定要建构 这个如果我们能够做得好 其实像类似台北市 有公车专用道 那公车专用道 如果再延伸 它可能变成 无人驾驶巴士 就有可能出来了 对啊 对啊 还有这种 无人的驾驶车队 对 以前的车队呢 就是 你可能一定要有这个捷运 这个捷运你要铺轨道 那以后的捷运 你不需要铺轨道 就是他们自动 就会 依照需求衍生出来一个车队 那这个在技术上来讲 都是 可以做得到的 那只要我们掌握巴士 是 我们就可以做这个 那所以这一块呢 这个 我们打 我们预计 到年中间六月份的时候 我们这个 鸿海的这个MIH的电动巴士 电动巴士 大概就成型了 是 今年十月份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开始让大家 来 这个非常好 今天我们等于是请董事长给大家上一堂电动车的课 最后也是请董事长跟鸿海的 我们现在手上大家 投资鸿海的股东 你告诉他们 我们对鸿海的未来要什么样的期许 是的 是的 我觉得鸿海呢 其实过去我们对外 因为讲得比较少 对 因为大家都在默默的做 对 所以大家对鸿海了解的不够 是 所以一直以为鸿海好像只是 不是这个做这个组装 对 其实不是 如果做组装的话 大概如果你看它的这个毛利的话 大概都只有两二到三 那鸿海为什么可以做到五到六 甚至到七呢 是 是因为我们做垂直整合做得非常的强 这个垂直整合 依照我们看我们的这个手机的部分 大概有百分之六十到七十 鸿海都可以自制 是 零件喔 所以我们可以做到五到六 六到七 那这个部分 我们其实跟大家讲得很少 对 所以大家以为我们只是做系统组装 没什么技术 其实鸿海的技术 是非常非常 是 非常多样 而且非常深的 对 那我记得以前有一个大客户 他到了那个鸿海参观了我们的 这个Lab之后 他就告诉我们创办人说 Terry 他就告诉我们创办人说 Your company is under sold 对 因为外界都不知道 对 原来我们做那么多这个相关的这个 尤其是机构啦 或是这个表面处理的技术 所以这一块呢 我也借这个机会来跟大家说明一下 我们在旧的ICT产业上面 我们垂直整合的能力 大概是这个 这个 这个业界的第一名 对 那我们有些竞争对手 包括我们在大陆的竞争对手 他是在后面追 对 他在追的时候呢 他要去布那么广 的这个 这个垂直整合能力 不是那么容易的 绝对不是 这个市场上说的 好像 对 他说两三年就可以取代鸿海 对 那我要跟大家报告 可能性是非常非常低的 是 那另外一个呢 要跟各位这个 我们投资人报就是说 我们鸿海的这个business 是非常非常solid 非常非常solid 鸿海里面呢 对于整个财务的运作 是非常保守的 对 所以整个 整个business 虽然这个 这个产业 大概只容许 我们大概只有5-6%的这个利润 但是这是一个非常solid的business 那未来呢 当我们转型到3加3的时候 是 我们可以看到 汽车产业的 这个 它的潜力非常的巨大 创造的产值会更大 创造的产值更大 是 它的potential 潜力更大 是 那是非常 非常可奇的 是 我的这个期望是说 到2025年的时候 我们能够 这个 毛利能够达到10% 我们有信心 是 如果看到 最近我们的相关EV上的一些发展 我觉得是非常有机会的 是 我也想利用这个机会 好 跟大家来说明一下 非常感谢 我们今天就像一张话说会 让董事长跟我们所有 全台湾买红海股票的股东 或是全国观众朋友 大家 重新认识鸿海 我相信 刘董事长 来领导的鸿海 跟我们沟创办人的鸿海 可能有一些不太一样 那沟创办人现在 在大健康产业奔驰 那我想 现在三加澳里面 有两项跟刘董事长有关 你就继续加油 我相信 一定可以帮鸿海的股东 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谢谢 今天谢谢刘董事长 谢谢 谢谢大家观赏 下周同位指引 请大家继续收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